黄安因为举报台独,而又台独黑心封号,本社赐黄安微博,娱乐频道美综合报道,台独黑心黄安,做大动作叫响,举报歌手陈炳荣, 隔了一夜,一早他沾沾自习,说,感觉自己是周杰伦,由于他以中国运法这逼,一度让人以为他自认周董,其实黄安安逢的是陈炳荣,一早七点半左右,黄安回想昨天去明举报台独,小屁孩陈炳荣,强调台湾众多媒体都报道了,这逼高潮了,感觉火了, 感觉自己是周杰伦,哈哈哈哈哈哈,黄安告诫台独歌手,就是一个词诗,你没在中国市场玩了,黄安一早微博发文,对于昨天又去报台独,认为自己成了周杰伦,反社赐黄安微博,昨天黄安不满千声称丙子柔,冒充沙门卫视签约歌手,在沙门大小酒吧过时片核, 诺桥,我们尊重你的台独理念,你坚持台独,那就今年离开大陆,滚回台湾022K,黄安说,好,很好,但帅风刀多年,不怎么举报台独,你倒是跑来报名啊,老夫就成全你,稍早,黄安再度发办, 强调他在文章指称这逼高潮了,感觉妥了,感觉自己是周杰伦,其中的这逼,指的是对方,显然是自由娱乐兵道,先前文章中,你以为黄安,把自己当成周杰伦,在此向黄安致歉,因为以您的身份,绝对有资格与周董周杰伦平起平坐。 音乐